看那边真的有人游泳 这水可能挺清楚 真的真的有人游泳 我会泡泡脚 你这么恶心 我不想打水了 哇 这水好凉 好清澈这水 上面工作人员说这水能喝 好想来一口 刚才的早半天好累 好渴 要不要来一口 等会儿再拿杯子 我觉得还是应该 再往里走走再来一口 这边好多人游泳 你看那边 万一要是在里边 刚才那个人还捞出一瓶酥酥精 所以还是等会儿往里走一走 然后再开始饮用 你确定你要从那儿爬过去啊 那边有人吗 我现在水喝完了 打算派我老公下去 捞点水上来喝 小心 那块石头瓶 那块石头瓶中间那块 能踩到吗 滑吗 滑是吧 就在那捞吧 尝尝没 还行 矿泉水的味道 矿泉水的味道 我尝尝 纯天然矿泉水 连过滤都没有过滤 没啥味 就是矿泉水 感觉挺硬的 这水 其实我喜欢这种挺硬的水 里边矿物质比较多的水 今天我们后悔了 没带泳衣 要不然就应该下雪 畅快淋漓地游一圈 真是 要不然你说爬这么半天 好不容易爬下来了 好累 而且好热 向里边游一游多好 是个虾 是个龙虾 我的妈呀 我要拿gopro 他看着我了 他想过来掐我们的 这可能是小龙虾 现在要往上爬了 回家了 不过这坡是真的挺陡的 我们刚才灌了一瓶子水 在底下有喝足了水 不知道这瓶子水还能不能流回家 给他们尝尝 我蒸起一口水都不喝 看看李志先生要歇多少仙才能上去 这是第一仙了 胜利在望 中间歇了一仙 爬上来了 哈香 有点难度上来 所以说为了看美景 还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 我要回车好好歇着 好像不对 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 我还以为 这块有人歇着的地方 就已经是终点了 还有一段 加油 糟了 累死了 好累 看看后边这位 还戴着口罩上来的 这前面就是我们的停车场 我发现我们车找不着了 什么 什么 你车上那留小车 他们也开走了 还以为我们要走着回家了 那车在那呢 到那边 倒车了 我们要开始回家了 看看这汗 一层汗 哎哟好久都没这么出汗了 我伸着呢 走 帮我走啊 还行 上坡有点费劲 我把车给开这边来了 洗手吗 还行 不要 好 好 我